今天的香港传真带您来看到 香港回归中国已经16年 香港的南华早报日前的一份调查就显示说 有九成的香港人想要回归给英国管制 据说这个调查结果太过敏感了 还因此触动了南华早报的高层 两天后随即关闭这项民调 有大陆网民就说了 这个结果是让北京吓坏了 香港人为什么宁可要回归英国的海外领土呢 香港人难道不爱国吗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曾投票支持回归英国管制的市民陈紫禁 对于调查结果一点都不意外 认为是民心所向 他表示香港日益赤化 经济和民主方面都走下坡路 越来越多的游行示威中 都有见到港英旗的出现 这面旗刺痛中共的神经 成为炮轰的对象 但港人却无据继续挥舞旗帜 一些土共的外围组织呢 譬如那些青年关外协会啊 外护香港力量啊 它是不断剥削我们香港人的言论自由 我们只是拿着这支旗 就是要将这个时间 交回到97之前 我们是要撥乱反正 市民李有为也支持香港回归英国 反对中共赤化香港 回归之后香港的制度越来越赤化 就是模式就越来越专正了 专正当然引大连一连串的社会问题啦 他并作诗一首 从回归金飞色彼 剥削垄断嫁租 官商勾结 特首快收工 放下权势 今早请你多珍重 香港回归新不归 相信是中共目前管制香港最大的难题 新潭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